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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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主人 整整慢了一分钟 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罚你 对不起 陈主人 有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 你是作家吴承物的女儿 听说你是W漫画的作者吴承物的女儿 我是 给我剧透一下呗 我可是W漫画的十年老粉了 这全套的漫画我都有 这个漫画真的是太好了 就说这个男主江城 就连我都觉得他有魅力 是吧 其实我也是江城的粉丝 真的吗 谁会拒绝一个长得帅 身材好又有能力又好的男人呢 再说了 他那个眼神 实在是太性感了 性感 对不起 主人 对不起 主人 我有一点激动了 还犯了 对了 主人 您居然也是江浙的粉丝啊 所以 你知道刺伤江浙的凶手是谁吗 江浙受伤了 江浙 射击运动员 十六岁的他 获得国家比赛冠军后一战成名 帅气的外形 更是为他圈粉无数 可就在他前途一片大好时 他的家人一夜之间 全都惨遭杀害 江浙被当作嫌疑人逮捕 原因是 警方发现子弹 是属于江浙练习枪的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江浙被改判无罪 但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 使他跌入谷底 江浙曾经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最终他幡然醒悟 在他的人生中 还有更重要的事 妈 妈 妹妹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为你们报仇 他经过不懈的努力 用短短的十年时间 将他创建的W集团 打造成全球知名跨国商业集团 但他时刻没有忘记 调查杀害家人的凶手 这依然是他最大的人生目标 让你查案发现场的黑衣人 有进展吗 还在调查中 监控没有拍到正联 黑衣人似乎很警觉 还没什么线索 你到底是谁 我真的是太好奇了 凶手是谁啊 你爸爸应该给你透露过一点吗 对不起主人 我先适配一下 爸 爸 打电话 挺好的 她孩子 忘了 我这太好奇了 你为了 早上我明明看了她画画的 也没有见她下楼 刚才有上跟她找她的时候 就消失不见了 这样吧刘凤 你去他常去的地方找一下 我在这里等等 看他会不会回来 顺便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几条 行 与其作与代弊 五护褸动出气 姨姨 σε 了 啊 先生 你没事吧 先生 先生 你还好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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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突然性七胸紧急状况 七胸紧急穿刺 紧急穿刺 紧急穿刺 你可以的 吴炎珠 虽然你只是实习医生 但是你可以的 别紧张 你可以的 快去叫救护车 好 幸好做了紧急处理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你好 我是特比喻集团 内务部长 刚才 不好意思 有些唐突 没事 我只是见了医生的本分而已 请问您贵姓 要是警察等会儿来了 可能需要您配合调查 我说池州人民医院 胸外科史系医生 吴炎珠 您是我们酒店的客人吗 不是 那您是 怎么来到天台这里的 许子诚 跟江浙一起长大的许子诚 您是怎么知道的 先生 那个 好 慢点啊 慢点 等一下 所以 刚才的那个人是 江浙 我刚才是做梦吗 还是说 我真的进漫画里了 这不可能吧 姐 老师刚刚更新了漫画 江浙被人救了 什么 她就是当年杀我家人的凶手吗 为何会突然露面来杀我 找到了吗 没有 这个吴炎珠她非常古怪 她自称是池州医院的医生 池州医院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池州医院 你看这个 是因为真正的 鸣片上的信息都没有池州医院 录用鸡医院的医院 她是池州医院的医院 看来老师是因为自己要画死江浙 内心在做挣扎 出去散散心而已 是我自己太紧张了 你知道我爸去哪儿了吗 估计是找个地方画画去了吧 对了 姐 老师画了一个新角色 是女医生 名字都跟你一样 这不就是我吗 老师 您怀了 爸 你去哪儿了 出去走走 你呢 你没事吧 没受伤吧 我没事啊 好 那就好 爸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没事就好 爸 这个漫画 我增加的一个人物 想来想去都没什么合适的 就把你作为原型了 爸 这个漫画是你画的吗 不是我画的谁画的 医院有事吧 你赶紧去吧 我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好 天子诚说 他是一位美女啊 如果他是美女的话 那随便来个什么人都可以是美女了 我还以为你对他一见钟情了呢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风流浪子 紫诚 你见过这么无礼的秘书吗 没有 没有 可是如果不是一见钟情的话 你怎么会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出 他是你的人生钥匙呢 我存在的理由 总觉得 他可以解释 我存在的理由 吴彦珠 你现在在哪里 吴彦珠 你凭什么能救江哲的命 你做过急救吗 吴彦珠 你老实说 是你让你爸把你加进漫画里的吧 你知道什么是毁cp吗 你这就是毁cp啊 还说什么你是江哲的人生钥匙 我看你是疯了吧 主任我现在也很回来 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 什么 让我出去 你出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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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我很生气啊 醒醒醒醒醒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好江哲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喂 严助姐 老师好像要把江哲的 就杀掉 什么 现在还没话 但是老师刚才说 要让护士给江哲注射青霉素 青霉素 江哲不是对青霉素过敏吗 对啊 那老师之前就是这么设定的 喂 哦 颜助啊 爸你要画死江哲吗 为什么他不是漫画主角吗 主角就不用死吗 可是他才刚被救护士 可是他才刚被救护士 现在过了两期 如果又死的话 读者肯定会骂你的 所以让你不要都管闲事 谁让你都管闲事的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也知道我救护江哲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你画的对吧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那天会穿什么衣服呢 那是我第一次穿啊 你是不是也看到活生生的江哲了 你也看到了对吧 他马上要结束他的生命 马上 不行 他是活生生的人 你这样做是在杀人 爸 先生 请走那边 哦 你没事吧 你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投包 是青霉素 你青霉素过敏之会要你命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 我青霉素过敏的事 你小时候无用青霉素抢救了很久啊 那个 是这样的 我是你的粉丝 所以我当然知道了 你叫 吴炎珠 不是 你的公办上写了 实习医生吴炎珠 我们终于见面了 吴炎珠 你在这里工作吗 我以前在这里工作 我现在在池州医院 可是根本就没有池州医院 那个 以前 以前有的 现在倒闭了 所以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既然你是自由职业者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看到电视上说你在找我 我看到电视上说你在找我 对 所以我就来了 怎么回事 我刚刚听别人说你差点又出事了 你没事吧 这不是陆深深吗 女主角陆深深 江浙的秘书兼朋友 你是 吴炎珠吗 我是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 你好 真是个美女啊 我怎么可能会是美女啊 江浙不是说了吗 我要是美女的话 那随便来个什么人就都是美女了 对了 对了 待会儿希望你配合警察 做个笔录 那个 江浙 我能不能 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你们俩先出去吧 可是 我们还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相比于她的真实身份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她救了我两次 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 你们先出去吧 好的 那一会儿等警察来了 我再来找吴小姐 好 说吧 你想说什么 那个 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能不能让我悄悄离开这里 我现在不能配合警方做调查 也不能留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 你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能不能帮我这一次 你说你身份特殊 是什么原因 而且警方现在怀疑你是同盟 你应该配合警方调查 自证清白才是 我救过你两次 你很清楚我不是同盟 不是吗 看来你很了解我 我还知道你说过 我是你人生的钥匙 可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 你相信我 等时机合适了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说时机合适 是 什么时候 你总得说一个时间 我才能相信你 不如这样 等我出院后怎么样 好 等一下 这个手机 你拿着 等我出院之后 我会用它联系你 好 我要怎么样才能回去呢 我要怎么样才能回去呢 上次是未完待续 所以要等一朝完结 这张还醒了呀 我觉得 这张还醒了呀 我觉得 这张还醒了 吴小姐 我出院了 你在哪里 吴小姐 我在 我在医院门口的公交站 那我们 马上就能见面了 你还要不是 你是等了我两个月吗 我 要不然你为什么 还穿着这只衬衣服 那个 我衣服不多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 很好的方法 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跟我来 我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三件 好的 全部拿给这位小姐试一下 吴小姐 请跟我来 我 漫画里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那现实生活里 会过去多久呢 我不会被通报失踪人口吧 我要怎么样才能回去啊 吴小姐 需要帮忙吗 那个 这个我马上就出去啊 我想想 我想想 通常 每张漫画结束 最后都会停留在一个 充满悬疑的点上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回去的话 我就必须做出一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我要做什么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嗯 有了 不错嘛 怎么不管用啊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怎么不管用呢 难道 还是一定要那样做吗 你不管了 好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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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师 编辑刚才打电话来 说原稿突然上传了 跟编辑说 上传错了 马上撤回 可是 已经有十万的阅读量了 跟你说了 撤回 好的 喂 爸 你看到新上传的漫画了吗 你现在还认为江泽只是漫画人物吗 我已经见过两次活生生的江泽了 而且 我还救了他两次 你是说我在杀人吗 这一切都是我画的 我消灭自己漫画里的人物 那叫杀人吗 这是漫画人物 现在却变成了怪物 我当初就应该让他在楼底上跳下去 好了好了 你就当他是个幻想 把他忘了吧 可是 爸 我该经历过的都经历过了 怎么能当作只是幻觉呢 找到吴彦珠了吗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他 怎么能当作是房间的 都没关系 优优独立的人物 我需要毅足复 呢 我需要 来 你究竟是谁 刘峰 我爸去哪儿了 老师出去了 他又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跟他拿着行李和手绘版 就出去了 什么 姐 我觉得不太对 你说老师竟然要画死江泽 为什么还让你去救他呀 而且漫画都已经上传了 这 刘峰 你觉得这个裙子和这样的鞋 是我的风格吗 你觉得我会买这样的裙子吗 你知道这条裙子有多贵吗 我身边有谁 能买得起这样的裙子呢 老师 总不会是江泽吧 没错 就是他 不是我拔坏了这幅漫画 而是我真的掉进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相信灵异事件吗 还是没有吴炎珠的消息吗 没有 就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姐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 不过有一点我敢确定的是 那个事件 全是以江泽为中心 任何与江泽无关的内容 都不会出现在更新的漫画里 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 如果我自己去别的地方走走 或者我自己所想的内容 全都不会出现 这可能吗 确实是这样 而且 只有江泽的情绪产生波动 才会完结一场 我才能回到这里 所以 我不得不那么做 怎么做 你不会 你不会 真的跟江泽接吻了吧 我总得做点什么 或者比如下午下午台 我才能回到这里 行了吧 你就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是江泽的粉丝 什么感觉 说什么呢你 跟漫画人接吻 什么样的感觉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 哪有心思想这个呀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回来 对了 我想起来老实说 今天要结束一切 说是要重新画结尾 现在来看 应该少杀了江泽 又要杀了江泽 姐 你干嘛去啊 我现在必须要翻一下江泽的人物设定 这样我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姐 你跟江泽住一块 就不怕出什么事吗 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 你就不怕被强行拉入漫画里 出现一些不可控的事情吗 我每次离开漫画 是因为主人公情绪波动 但我每次是如何进去的呢 结吻 然后他们一前一后去了更衣室 后来江总自己出来了 那位女士好像消失了 消失 带我去看看 喂 吴炎珠出现了 什么 我马上来 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 明明人在这儿 你说不在 吴炎珠 吴炎珠 叫不醒啊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回家 你留下来处理事情 炎珠姐呢 我还要去哪儿啊 哎 江泽 这不 这不是 吴炎珠吗 怎么回事啊 等了这么久 她终于来到我怀里了 她真的挺漂亮的 要面可好 我给你跳舞 추 风是几几缕阳光 这温暖可否抵达你心上 人们做总复杂的关系 尽管千丝万缕却只要 我们互相听听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我在等你一个转身 世界寂静想念沸腾 把心印在你的正门 爱的甜品只因为你而失衡 触碰你鲜活的灵魂 开启一场计划旅程 无非失去理智的人 都一样可以为爱一直沉沦 人们错总复杂的关系 尽管千丝万缕却只要 我们互相听听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我在等你一个转身 世界寂静想念沸腾 把心印在你的掌揽 爱的甜品只因为你而失衡 触碰你鲜活的灵魂 开启一场计划旅程 无非失去理智的人 都一样可以为爱一直沉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